《珍的愛你》其中的歌詞就是小美有份創作的 所以其中部分的意識和信息也是小美帶出來的 其中有講到對母親的一些愛的一些回應 其餘歌的部分都是講回甲斌那種熱情 和奮鬥那麼多年的一些心聲 是一些自我檢討的歌曲來的 稍後時間我們會繼續 《Beyond樂隊》現場的一些訪問 《珍的愛你》的創作背後的故事是怎樣的 《珍的愛你》這首歌其實也都好像我們一貫語言寫歌的態度 就是寫了很久很久 只不過選歌選不到在以前的碟裡面 是甚麼時候的作品來的 這應該是一年八九個月左右 八九個月左右 你也知道我一半選歌都是很多歌 你也知道我四個人是這樣爭的 一大樓 一大樓 有人拿幾首出來拼歌 公司老闆聽都聽到頭昏眼花 我自己就通常不要自戰自己的歌是特別好的 一大樓這樣選 選這首歌現在將會推出這十首歌 其實也不是說新的作品 不是說最新的 不是說出碟才作的歌 這首歌的概念其實 初初寫的時候沒有寫些甚麼 想寫一些比較 譬如我們四個人 就是隔壁已經這麼久了 的精神啊和毅力啊行心啊從哪裡來的呢 除了自己喜歡音樂之外 還有一樣的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背景 就是我們生活中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怎麽樣可以支持到我們去做這麽多東西啊 那就是 你也聽過很多人說 哎呀家人不喜歡那些小孩玩音樂的 那在我家裏發生這個問題 就沒有普遍那些那麽嚴重的 我們比較幸運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譬如本來主要是想寫一首例子的歌曲 嗯 但是我覺得 就是很平撲直序地 去寫一首例子歌 沒有什麽原因 就是我覺得很正常啊 就是叫一個人去發奮啊 但是為什麽要去發奮為了些甚麼 除了理想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是一個報答 嗯 嗯 所以例如 好似我們家插一些對母親的一些的感覺 嗯 不是完全是為母親而成的 是不是完全為母親 是不是說單獨 我要寫一首歌做母親的歌 OK